在我的视频里 大家见过 早上起来5点开始吃肉的 中午吃肉 但并不觉得稀奇 有道歉 早上起来5点10分吧 但是你见过晚上10点吃拔的肉配米饭的吗 今天我们要来去尝试一下 好久没有这么晚在外面 感觉路上好潇洒呀 真是这么冷的天 晚上10点出来吃拔的肉 而且还没有开门 大家已经在那等了 到底有多好吃 晚上10点在这吃拔的肉呀 和大家说话的功夫 10点钟就到了 但是这里10点钟也只是开门 并没有卖东西 站在外面等的小伙伴 他们开始排起了长队 大家看着老板 端来了炒菜 米饭和靶子肉 正向大家能看到的 它这边其实更配合于一种快餐的形式 靶子肉是主打 配合着一些炒菜 主食 只有米饭 6个辣的 靶子肉分辣的和不辣的 还可以挑肥的 挑瘦的 排着队 我们就能看到一盆盆的土豆丝 茄子 数一数 怎么也得有10多盆 但是最显眼的 还是这盆 浸在汤汁里的靶子肉 2.2.5元 再不再吃 嗯 再吃 这个靶子肉有什么样的呀 双子肥的 辣子肥的 要一个稍微瘦点的 辣不辣 不辣的 不辣的 嗯 对 要一份那个包菜和豆芽就可以了 这一个是吧 嗯 对 这顿饭花了13.5元 靶子肉加米饭 要了两种炒菜 这两种炒菜 各要了半份 一共6块钱 其实吃它的靶子肉不会感觉到很惊艳 但是很家常 别看它是用五花肉做的 真的吃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腻 吃肉也不会觉得柴 不带皮啊 它这个炒菜有个特别的地方 喜欢用呛锅的红辣椒 甘香味 特别对我的胃口 也不会觉得辣 单独吃炒菜 也会觉得不错 大哥 你能不能想到晚上10点开始多拔了肉 我一直都是这个晚上的 我是9点50到的嘛 但是老板一直没有开门 很多人和我一样 都是站在外面等着的 等到开门之后 排了半个小时的队 才到我 其实在这个地方吃饭 你会觉得 它就是很多人的深夜食堂 大家匆匆来 匆匆走 渴望在食物当中 找到属于深夜的温暖 我们下期再见